大家好,我是马街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 台湾目前现在并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的社区群聚感染 除非是进出医院 否则健康的孩子在户外活动不需要戴口罩 提醒家长打造强健的抵抗力 让孩子规律作息,天天运动,保持愉快心情 还有不要吃零食饮料这种垃圾食物 才能让孩子的身体准备好 战胜新型冠状病毒哦 资讯由机关署提供